今天的作业名,今天的练习请你把它另存新档 名称的话呢,就是题号,比如说我把它先放桌面好了 那题号就是1106,后面加个A好了 就是106A,OK,然后按储存 储存完之后呢,接下来切到我们的云端上面 那这个时候呢,云端上面会有一个资料夹 叫做这个Excel 2010的作业区 你把它打开来,假如说你已经有资料夹 你就把它放进去,如果你里面没有你的资料夹 比如说你今天才加选进来的话,记得把它卷动到最下面 到最下面的空白的地方,就把它关掉 最下面有空白的地方按右键 最下面空白的地方按右键 把它怎么样,新增一个资料夹吧 那资料夹的名称呢,就是你的学号加上姓名 所以呢,把它点击开来,假设你的学号是 比如说1000001好了,这样子,那某某某这样子,OK 按个建立,好,这个时候呢,请你找到你的资料夹 把它打开来 那怎么样把作业传上去,按右键 上传档案,OK 然后直接怎么样,找到今天的练习 这个部分,不过传上去之前,请你先检查一个东西 这个齿轮里面的设定 这个不要打勾哦 基本上预设应该是不会打勾啦 不过你可能再check一下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有打勾,它传上去会变成Google的试算表 变成Google的格式 那因为我们是以Sale,所以我们尽量还是不要转 你确定一下,然后按完成 再把它上传 传这个 这个时候呢,大概几秒钟的时间吧 应该就可以在云端上看到这个了 OK,这个图示表示你是正确的 如果你传错,像刚刚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是用什么呢 你用的那个模式,你用的那个模式是齿轮的设定是有打勾的话 那你传上去的,我们再传一次给各位看 那传上去,这个再传 你会发现,那个图示会长不一样 也就是说它传上去之后,会自动帮你转成Google的格式 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会发现,这个是转的,这个是没转 那有什么差别 其实这个是正确的 正确的点开来,你会发现它是长这样子 它这个在云端上不能使用 它必须怎么样,下载之后才能使用 那如果转成Google的话,点开来 在Google,因为它转成Google的嘛 所以Google市场直接可以在云端上就可以操作了 但是有没有,这边的公式,你把它切过来 它应该可以看得到里面的公式 有没有,这边公式都出来了 可是我们最后,我要的是Excel的档案 不是试算表的这个格式 那请各位试试看,把这个地方再传上去 那画面最后再还给各位一下 我想今天大概就是佼佼,存起来佼佼作业 如果你是今天才加选进来的话 恐怕就是可以先在作业区里面 新增你自己的一个资料夹 OK